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子走中国 我现在在我的家乡,江西修水 现在我来到了江西修水的千年古街,黄土岭 黄土岭见证了修水历史的变迁 这条街都是一些明清的老建筑 青砖带瓦码头墙 这些老的民宅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 这些老瓦房都快要倒塌了 黄土岭即将迎来拆迁了 很多老房子都拆掉了 非常的安静了 很多老县城的人都搬到陈南那边去住了 现在这里留下的都是一些老人 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有好多美食店 都是修水当地的特色美食 现在我们找一下 看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这边是一家美发店 很多老屋都被拆掉了 这边正在旧改 相信改造后的黄土岭老街 会焕蓝一新 这里将打造成一条旅游的古街 奔跑的童年 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有几家早餐店 还是不错的 哇拆成这样 这些老屋都有一定的历史了 看这个景象 还是我们熟悉的黄土岭老街 这当地的居民要成为爆发富了 不知道拆迁一栋要补偿多少 那边有一个池塘 我们过去看一看 小朋友很可爱 感觉儿时的记忆都被拆掉了 现在只能焊到一片废墟 黄土岭老街 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一阶八项 是黄土岭老街的原貌 不知道旧改后的黄土岭老街 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我们拭目以待 前面是一个历史古建筑 是一个公尺 前面后面的那座山是凤凰山 凤凰山脚下修水县城 无数修水人的记忆 这些老的民宅都是八十年代的 这些老的民宅都是八十年代的 这些老的民宅 这些老的民宅都是八十年代的 这些老的民宅都是八十年代的 老屋啊 青砖带瓦马头墙 这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啊 也是修水老县城的记忆 鹦鹉街三十七号 都是这种木门呢 在外打拼的修水人 在修水千年古街黄土岭 有你儿子的记忆吗 可以在下方分享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语言